眼睛可以捕捉世间最美的景象 而抛开事物外在的壳 往往震撼我们的是世间最美妙的色彩 在字典里,色彩的首要特征是色象 它是区别各种不同色彩最准确的标准 我是90后,见证信息科技高速发展的一代 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 我同身边步履匆匆的人们一样 紧张而且有压力地在都市里生活 往往忽略了身边的色彩 尽管四季以它特有的颜色不断地变化着 春踏青,夏赏花,秋看风,冬观雪 我觉得所谓自然的美 就是色彩的一种自由的表达 不需要刻意去创造 而这座城市也有着它独特的美 体会这种美 就是在体会一种当下的感觉 当下你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 这一刻,这一刻,这一刻 这座城市所有自然的美 都是我要找寻的景 成都最美的样子是什么 还原事物最初触动人心的 是它与生俱来的形态与色相 在朝代的更新换代中 这座城市保留下来的古老城池 已所剩无几 但巴蜀文化却在这里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 蜀井 它有两千年的历史 起源于战国时期中国四川省成都市 所出产的井类寺制品 也算是今天保留下来的成都 最具特色的历史场 对称文样 四方连续 色调鲜艳 是一种具有汉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的多彩之景 也算是一种具有汉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的多彩之类 也算是一种具有汉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的多彩之类 这种颜色饱和度极高 色彩十分艳丽的丝织物 似乎能代表成一个年代 成都的历史色相 历史 与我们四隔了数重莲目般遥远 走在这条巷子里 两边是青黑肃砂的砖墙 沉寂无语 却又触手可及 虽经百年风雨 仍森森一临 似乎唯有屋檐上的青瓦 窥探着这条巷道的过往鸣烟 梧桐飘夜 青落瓦间 犹如老人的两并双斑 行走期间 短短百米 思绪已滑落百年 昔日兵马涌动 红莺挥舞 至此已是烟消云散 尘土落地 锦铃的宽巷子 达观显贵之局 珠门紧闭 庭院孙孙 时时尽首 女寇哑丸 藤万蜿蜒必尖 显台墙角伸展 几只桃杏 风尖摇曳 漫天飘舞的飞夜 在聆听墙头残瓦 是说城南旧时 稀里迷茫的细语 在摩梭亭间拦烛 扶奏昨夜行程 不见朝府顶带 红灯高悬 不见经锣促拥 车马喧嚣 这里只有平凡的百姓 北京的胡同多 上海的陆唐多 而成都则巷子多 在箱子里感受历史遗留的枝炎片 和岁月空下的斑红残疾 这是全然的一种内心的感受 色彩不必太过艳丽 古朴间 亦能感受成都那种历尽岁月沧桑的厚重 穿越车水马龙的街道 隐隐走入古朴祥美的井里 四百米诗与画并存的古道 古色古香 流连忘返 一条古街 牵引出原味的湿井生活 在这里 感受川西古风银行的悠久 人头攒动的小吃街 热闹非凡 各种小吃品种繁多 散发诱人相亲 与街头至巷尾 勾来各种美味 坐于木凳 细细品味 细腻的甜 热烈的辣 融入口中的香糯 回味无穷 历史的落影 在脚下无声无息地 被岁月踏出 店铺里 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 不停地召唤我住宿 仿佛用无声的语言 为我假设了手中的温暖 成都的 老师 回转至那戏台之前 助力凝望 看那沉稳的戏台 十八般兵器列于两侧 脑海浮现 降向之位 迈着四方股子 尼亚的暗唱着 可以让戏剧里 淹没的风云再起 让流失的过往重来 经理如梦 梦若经理 是首缠绵的故意 已是那千六名的新曲 成都的历史色相 不仅有艳丽的熟景 古朴的巷子 繁华的景丽 它古典的美 随着它的文化底蕴 也流传出了不同的故事 秦台路上那一块块铺路时 依稀可见 它们为追求自由爱情 冲破封建枷锁 而私奔的脚印 那架古琴 仿佛仍然在演奏着 凤秋 秦深低沉婉转 在天府之国的上空飘荡 涌传那段文君当流的故事 怒豪的秋风 卷走了杜甫草堂的茅草 晚上又下了一场大雨 搞得乌漏床诗 通过茅庐 我们可以想见老诗人杜甫 当时的一脸成人 那愁容 就是当时整个时代屋檐下 所有知识分子 寒酸与苦闷的缩影 万花溪公园 刻着很多诗歌 每首诗歌 每个文人 背后都有一段流传至今的佳话 而幻花溪盼 更有薛涛的溢往情深 年花一笑三声过 幻花溪盼 半生远 幻花溪 永远眷刻着花开不同赏 花落不同悲的往事 历史 留给成都的遗迹数不清 倒不完 幻花溪的风 幻花溪的风是绿色的 带着草腥味 有碧波泉水 一流于其的河律 有葱姿杏菜的水律 更有窈窕家人 将葱绿油绿 葫绿 采以为灵 巧笑倩兮 晚在水中央 宽窄向了的世界 是泥灰色 无论八起子弟的遗迹 如何斑驳 并在重重树木为蔓之后的 依然是流光溢彩的神韵 天下锦绣出蜀井 金黄色 自诞生以来 就一直以蜀为名 为蜀扬名 井观城是蜀井的主场 更是蜀井的秀城 蜀井已在这里的 锦绣前城里 秀了两千多年 杜菲的草堂 游泳 无论是洛阳的熊霄 还是茅屋的狗血 都笼罩在 灵魂的灰难之中 那黄昂的天空下 灯火 黄昏与天后 大唐 月成西子 爱如山上雪 角如云间月 秦台路 眷刻着卓文君 愿得一心人的白头银 白色 是几天过去 遗忘的色彩 昨日的芳华 肆意化作一抹 虚无的白 井里的灯火已阑珊 繁华红尘内的井里 有着红尘外的幽然 戏还不曾落幕 千年的离合悲欢 认为散去 若是可以预知时光 我甘愿交付自己的年华 停留 但今天 建立在当代世界科学技术 发展的基础上 成都的面貌 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文化润色着经济 这是对成都文化遗产的保护 传承和创新 同时 也塑造着国际性文化品牌 川西风格的青瓦坡屋顶 与隔山配一大面积落地玻璃木墙 是成都远洋太古里的建筑设计 以现代诠释传统 成都人的闲适与包容 点点滴滴的地域特色 都将在房屋 街巷 广场 一一呈现 艺术的光辉 与街巷的购物休闲氛围 交融碰撞 一个丰富多彩 拥有不同层次 充满生活气息的公共空间 应运而生 一个崭新的城市中心 也逐步拉开帷幕 苟日新 日日新 幼日新 面向未来 成都文化 现代化 是否有历史底蕴的创意文化 是充满了巴蜀韵味的特色文化 是贯通古今 兼容并蓄 任何城市都不可替代的 天人合一的独特文化 我很难用单一的颜色 去表达它 在我眼里 今天的成都是多彩的 而成都最美的样子 其实 它在我眼中 每一刻都很美